大家好,好久不见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好吃的 然后喝一个好喝的 最近特别沉迷吃的东西 荞麦不容易煮 煮个五分钟 然后呢 再拿这个凉水把它洗一下 就行了 而且它这个东西 荞麦它毕竟还是 它热量 就是没那么高嘛 对吧 然后呢 另外一个就是 其实最近 我有在喝这个 外星人的电解质水 然后我今天喝的是清零口味的 这个东西真的不错 因为这个人它有时候 你因为出汗 包括有时候可能不小心生病了 发开烧什么的,你都会大量的流失 自己的电解质,然后导致这个 电解质是在人类的这个体液里面的 然后导致你 比如出汗发烧 就能让你的这个失衡 然后你就会不舒服 这个东西就可以 让你快速的补充水分 然后这个 这个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还是一直 就是大家会比较关心的就是 零糖零卡 它里边是不含有白砂糖的 而且还有这个 维生素E 跟维生素B6 然后能够快速的帮你补充 这个锁住身体里面的水分 然后 我下水口 这个真的很好,热量很低 然后你 有的卖这个 乔麦 乔麦面的这个汁 乔麦面的这个汁 然后 然后 这个 外星人的颠 颠解质水里边 他还有 这个颠解质的 甲 辛 钠 这都是帮助你 锁住水分的 最最重要的是 他不含白砂糖 这个就是很重要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他好喝 个人建议还是 凉着喝 特别 适合 顿顿顿顿 一般 回来 运动完 泡完澡之后 不来一个 嗯 妳 喝 那 鸡 脚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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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